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了超过两成 发布新闻美联物业高级营业经理 杨锦河 成交单位是黄埔花园 五旗 五座 中低层事实 面积680呎 三房套房 业主在五个月前叫价900万 最近获取取买家欠购 买家心仪这个单位 不单是景观开洋 还有漂亮装修 经过议价以860万成交 赤价12647 现时这个成交价 即黄埔花园 12000多是属于市价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 业主于2019年1月 以710万买入这个单位 赤价5年账面赚了150万 大约21.1% 当时成交赤价是10441 但2019年头 嘉湖山庄都不止做赤价 而黄埔花园 亦不是抗跌力特别强 其实它的惨况和太古城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认定2019年710万成交一定是有问题 价格不尋常的交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自己人赚价 但造价这么便宜 税局也不可能会追收离印 第二就是被财务公司夹着见货 要业主夹便宜夹借 买给他商熟的人 这个情况在升市期间比较少出现 第三就是我经常说的空窄问题 在买二手楼时 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 市场是有不少公司空窄都照做 到买家发言时已经成交太迟了 如果要告公司的门槛都高 第一要买家自己搜集证据 还有一样是要证明他蓄意隐瞒 如果他是不知道的话 只可以说不知者不罪 而至关重要是买家这个买卖过程里面 有没有清清楚楚地问过公司 当然空窄都可以买 但要理情我愿 以及要有大幅的折弱 如果我是今次的买家 我一定会问清楚业主 为什么当时买入这个单位当时这么便宜 在同一栋楼低于一层置室 同一个面积在2019年的成交价是1,210万 而这栋物业同类单位 较高层在2018年曾经做过1,300万 即是这个单位当时的成交价 交同时期同类单位 折约了500万 我未知那个人是否不清不楚 将当时的甩名说到成真成交 但如果是真成交的话 我就有合理怀疑这个单位是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 黑狗偷食 白狗当灾 新买家就变了白狗 另外油堂出现一宗 虧到不清不楚的成交 就是九建半新楼 海澳湾 二座高层2375尺一房 买了528万 车价是14,080元 业主2020年 用了869万5千元一手码入 次货三年多 占免失了341万 不相等于39.3% 当时的成交车价是23,000多元一尺 一定是有点 上周胡国威访问了当年的大炒家 陈青白炮哥 都是地产代理出身 他都有同感 现在的发展商是黑商作业 讲回以前炒楼时代 发展商是单纯很多 而这波楼市下跌 发展商是吃回自己的回力标 是难辞其咎 因为过于贪婪 有时新盘的开价开得很高 货卖不出或者卖到半桶水 如果你砍价 前面的买家一定会吵 甚至乎会撤 他们想到很多旁门左道 例如高现金回赠、高佣金、代付什么代付什么 务求托着他面价 搞到市场很混乱 连他自己都混乱 但当这班业主想拿单位出来二手市场买 二手市场是没可能接受到他的口面价 所以就算大市的楼价不下跌 他那些半新楼自己都要跌 而且回赠越多跌幅越大 形成半新楼下跌的漩涡 影响了整个市场的信心 炮哥也说了一句很良心的说话 他说2019年反送中运动 你们不要说不关楼市事 一定是关楼市事 因为楼价被你帮人踢到这么高 政府又不作为 年轻人就绝望 希望求变 炮哥虽然是炒家 但都是道役有道 他和胡国威都好像很熟 就算到现时为止 你看一手烧监那里在做什么 直接僵化了 是僵尸 早前有媒体去访问他们 他说法治商出这么高的佣金 有些出成50% 问他们怎样看 他说这些不关他们的事 法例没有规管 发展商和地产代理的佣金 是商业决定 而地产代理监管局 也很曖昧 我们只是监管代理 而反应最正常 小估不到是销委会 但他们应该估不到 一手销监局也有说 这是地产代理和发展商的商业决定 已经绕过了买家 就算发展商出90%佣金 他们也不会过问 说到这里你就会觉得香港的楼市有多荒谬 政府有多不作为 另外跟进其他涉案干 第2间就是屯門的绍山苑 已经是根据第2中 A座低层七路室 546呎 補了地价 卖282万 车价达510000 业主在2021年 以410万买入 次货3年 账面蝎了128万 相等于31% 真是蝕死人 第3间就是屯門的龙门 二座中层H7 723尺 买了1060万 车价达14600 业主在2022年 以1318万买入 次货2年 账面蝎了258万 相等于19.5% 第4间就是 元朗的远东发展 元朗大厦 高层置实313尺 买了278万 车价达8800 业主在2021年 用了370万买入 次货3年 账面蝎了92万 相等于25% 第5间就是 西贡大埔仔村 单号村屋全栋 2100尺 再加700尺天台 买了1728万 业主在2016年 以18808万买入 次货8年 账面蝎了80万 第6间是马安山银湖天峰 二座中层A室 980尺 买了1335万 车价达13600 业主在2020年 用了1480万买入 次货4年 账面蝎了145万 相等于9.8% 最后 这间都是 马安山银海星湾渝 16座高层A室 1413尺 全海景 买了2120万 车价达15000 业主2017年 以2541万买入 次货7年 将蝎了421万 相等于17% 另外 恒生日前发表研究报告 指本港的实际GDP 已经回复至2019年第1季 但发现占本地生产总值 三分二的私人消费表现疲弱 他们发现旅客的数目 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六成 但旅客的消费开支 只是疫情前的一半 认为旅客的消费模式正在改变 特别是对贵价商品和奢侈品的消费 正在减少 他们也认为港元强势 是令旅客消费成本增加 导致消费减少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看到港人消费趋势 他们就认为现时已出现出境人士 比入境人士多超过一倍 香港私人消费疲弱 可能是外游增加有关 但本港居民境外消费 仅重返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未能证明不想消费成趋势 而失业率方面 虽然失业率和疫情前相弱 但香港过去几年 面对劳动人口减少 至失业率持平 就业人数可能已不及以前 长远也会拖累整体工资收入 边商进一步削弱私人消费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留言 like 和share 最先开门的钟 那方面麻烦顶到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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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